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家都金奴 每一隻雞呢 過的生活 可能比人還要好 牠們吃的食物 可能比你吃的還要好 但是牠們不是說 每天都過的幸福快樂 因為我這100隻的寵物雞 必須要跟著我去外面上課 扮演雞老師的角色 好 各位同學 大家午安 午安 那我們今天要講的叫做 經濟動物 成為雞的好朋友 知道好不好 就是拿食物給牠吃而已 而是要常常摸摸牠 抱抱牠 然後跟牠說 我好愛你喔 高雄特教已經連續去三年多了 到今年的時候才真正在學校蓋雞生 開始去的時候 孩子看到雞是嚇到喔 大叫的 第二年 願意伸手去摸 摸然後開始餵 貓狗跟雞不太一樣 因為貓跟狗牠有犬子 牠會讓人覺得可怕 雖然牠長得很可愛 所以當孩子發現說 這隻雞沒有牙齒 然後摸了也不會有什麼樣子的時候 牠抱了之後就不願意放下來 你真的很喜歡牠 你很喜歡牠 你很喜歡牠 你雞都很可愛喔 你雞都很可愛喔 特教孩子裡面 有些時候牠是不容易表達的 好 牠們其實是很孤單的 在觸碰動物的過程當中 牠會平穩牠的情緒 同時動物在你身邊 牠會有陪伴的感覺 沙子進去呢 是要讓雞洗澡的 因為雞洗澡之後 牠身上的寄生蟲才會不見 我們先請兩個同學幫忙補沙子好不好 讓這個特殊孩子會教過 原來我也可以做一些 照顧別人或照顧動物的工作 小心喔 小心喔 很好 你好 療癒在我的定義裡面 所謂療癒肌 不是只有你快樂 是肌也快樂 療癒是雙方的 我再說一次喔 我們剪雞蛋的時候 尖尖的要朝下 圓圓的可以呼吸要朝上 把它放下來你就壓破了 它就不會呼吸 這時候雞蛋就不容易保存 今天要朝這樣嗎 對…很好 好…很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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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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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覺得人到他私人的時候 住進的安腦機構 其實那個情緒其實是很難平穩的 機構型的長輩如果是住在那邊的 通常都悶在自己的房間裡面不出來 那我們機過去之後呢 只有一年多來 我們就會發現我們上課的時候 長輩會出來聽課 好… 好… 你要拚一下 要拚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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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會好嗎 要怎麼拚嗎 你看大家 忙啊 他都放藏一下 對啊 長輩會自己到機社區 我們就有分為什麼 班長 副班長 風機股長 衛生股長 我們的副班長 特別是他比較不容易控制他的生理系統 有一天他們主任就發現他們的副班長 就走到機社之後就幫機打掃他的機社 他就突然間好感動 因為他都沒辦法維持自己 他居然會維持機社 養雞給一個長輩到底是有什麼樣的價值 我覺得第一個 就是他們每天都有一個理由一定要醒過來 台灣其實有一群人在做友善耕作 而且做得還滿不錯 但是很少人去關注到友善飼養 他對環境保護的重要 畜牧業是所有農業的耗能佔了70% 所以我就想說我應該可以做些什麼 那台灣在地的原料 他不會因為你要很遙遠的運輸 你要噴除蟲防腐 第二個是吃得很新鮮 那黑水蒙呢 他就會在我的場域裡面跑出來各地 讓雞自己去抓爬 天會給吃三種不同的青草 雞要做保 保健是從植物裡面的植物鹼裡面來 雞就比較容易健康 所以我們就可以不用藥 讓雞可以吃得更健康 土地可以更營養 野生動物有更多的七星屁 那種連結對我來說 它是一種良善的連結 覺得每一個人的手裡頭都有一個 改變世界的力量 那十二兩的底子裡面有一個方法 那就是有雞的力量 它就可以讓你去翻轉這個世界 沒有任何二三個月 在配方的世界下 我可以成功 是�子 無慈無敵